沒問題 我想又再次回到後面的現場 我是郝伯淳 根據調查百分之 四十四離臺灣的年輕人 不願意為中華民國臺灣一戰 你看了覺不覺得畢業 還是覺得怎麼樣 我想這個階段 我們是不是恭請我們的國父 為我們勉勵幾句 我們歡迎國父 謝謝 好伯伯 你可以禮畢了 謝謝 因為在場的各位呢 只有好伯伯曾經為中華民國台灣 不喜一戰 他那時候在小軍門當年師長的話 他要是沒有他預血奮戰的話 哪有現在台海 的穩定 當然啊 我們還是希望兩岸朝和平的發展 因為都是中國人 但是我在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啊 不願意為台灣而戰 那是國家認同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啊 你可能每天都見到 很多事情每天都聽到 很多事情你每天都看到 問題你不在意 你不把它放在心上 你覺得理所當然 所以說你不會為他拼命 你不會為他而戰 這就是現代人對國家認同的問題 那我告訴各位 在後天 也就是12月4號 你們這個果實館啊 有一個果腹傳 要出書了 這個出紀錄片 這個配音的人是誰呢 竟然是你們演藝人員過之前啊 幫我果腹傳配音啊 它是什麼東西啊 但是問題 我在地下有資 我聽到他幫我的配音啊 我覺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因為啊這個 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時空環境之下呢 所有的年輕人在想什麼 剛剛上一段 我有聽到你們那個演藝同仁 什麼敏道的 還有那個 這個當兵的這些統治 他們都在講 為什麼要為台灣而戰 我同你們講 我當時年輕的時候呢 我在想什麼 你還沒有熟悉啊 好 被被熟悉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盡忠子手 93歲了 你還在立正 吃 你非常的盡忠子手 你現在是立正還熟悉 熟悉 那請立正好了 熟悉 好 我要講的就是 當初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呢 甚至還民國還沒見 在成立之前呢 我還是年輕人啊 問題不通的 這個時空背景 我們年輕人在想什麼 我那時候在想 為什麼 中國這麼的封建 這麼的保守 而西方的世界 這麼的進步 而且我到香港 求學的時候呢 香港已經有攬車了 可是我們中國 還在幹什麼 還在用拳頭 抵抗這八國聯軍 所以說 我那時候想的就是說 我自己生長的國家 我要讓它搶大 就是我們偉大的中國 所以說 我要上書當時的李鴻章 但是問題 清朝的制度呢 不受我們這些科舉制度出聲的 這些文人也是的建議 所以說什麼人人驚奇台 地人驚奇力 他都不聽了 所以我當初不是要革命的 是逼使我 最後才走上革命意圖 創建中華民國 是這樣來的 而且11次革命成功的時候 我人不在台 不在中國 我在美國的丹佛 我是看報紙才知道 辛亥革命已經車款成功了 那為什麼我在海外 因為我在海外募款 募款革命 這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錢是不能辦事的 但是同樣的 同樣的背景 現在這個時候 我要跟年輕人講的就是說 當然現在台灣 非常的民族進步 不需要你們為台灣一戰 可是你們要好好的想一想 如何幫台灣建設一個 更有經濟能力 更強大的一個台灣 這樣才對 謝謝大家 新的功夫 預備 謝謝 我想剛才國父在致死的時候 班長還在那邊打瞌睡 莫名其妙 我希望 看多了 他們在中山市的時候 我每天看著他們 至少十個 大概有九個在打瞌睡 我希望班長你好好地解釋 為什麼我們的國父在想 人盡其財 物盡其佑的時候 因為他少了一句 地能盡其力 禍能唱其流 謝謝班長 他講得沒有我們清楚 班長 千篇一律 希望你解釋清楚 為什麼你打哈欠的時候 會流眼淚 你想 因為這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夜襲 有沒有 夜間教育太晚了 你像我們今天操練 已經操練到半夜十二點半 所以說有時候 比較累一點點 但是我們為了國家 我們還是願意 盡忠職守 我們要支持我們國度思想 三民主義萬歲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謝謝大家 好 有這句話就好 三民主義萬歲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我想 最後 講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我們要讓畫面好看一點 是不是把我們的畫面 轉到KIMIKO老師的身上 舉光教學一下 我們看一下虎葬神哥 來看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MIKO 今天的主題 我倒是覺得 年輕人不是不為台灣一戰 而是 現在年輕人的戰場 已經轉換了 轉換到哪裡呢 當然是 部落格 Facebook 為什麼呢 因為Facebook 越來越多人按讚 就表示你越來越成功了 所以 KIMIKO老師要在這裡 教大家 怎麼成功經營的部落格 首先 你一定要學會自拍 怎麼自拍呢 第一個 第一個 一定要先裝可愛 是的 第二個呢 一定要有飄逸的感覺 是的 第三個呢 一定要有無重力感 這個就很難了 來 跟著KIMIKO老師 是的 就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要麻煩一下明道 幫我把照片洗出來 謝謝 是的 讓大家看一下我剛剛拍的照片 第一個 妝可愛 一定要 對 就會拍出這個照片了 第二個 飄逸的感覺 你看 就會飄 照出飄逸 無重力感 第三個最難的 你以為會拍得很醜對不對 沒錯 就是這種感覺 是不是很漂亮呢 拍完了照片 重口味的來了 一定要拍影片 影片怎麼拍呢 一定要有性感燎人的姿勢 來 跟著KIMIKO老師 是的 跟著KIMIKO老師學 不只你可以成功經營的部落格 還可以得到 越來越多的 讚啊 謝謝大家 為什麼我們起光日的呼喪聲歌 搞得跟米克林寺一樣 我們看一下 超級麥克 來啊 大家很早 好 沒想到老闆娘 對人家走小孩 在家裡的媽媽 你怕得到過 你買沒收費 走過路過你千萬不要錯過 來 別問我的名字 叫我超級麥克 第一名 是 來 今天人家走座 拿一項跟大家交配一下 哪一項 這項 這項什麼 這項不是安全帽 這項的全名 叫做超級麥克風 Alpha Beta 這個嘛 電磁波失效干擾帽 這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 地球這個干擾帽之後 所有的電磁波 對你全部都失效 而且所有有電的東西 全部都閉到停電的轉快 很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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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放電眼神 怎麼沒用 當然也沒用 因為你放電 你這個地下去 你不要說放電 你放屁就不夠了 好 這麼簡單 我如果是要跳電磁波 這樣就沒辦法了 我這麼厲害 你這麼厲害 我這麼厲害 你跳這什麼 沒有 我跟趙哥一樣的 你是一樣的 你這不是什麼 你說什麼 電磁波 我看在中膠 你一個頭這麼大 你怎麼用那個機械蟲 好像一個講完 插在他的眼睛 你知道嗎 好啦 不要說什麼 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要買這張 買這張帽子 就是最近 親民黨的副總統 郝酸林林瑞雄 結果他說 他說最近 遇到國安局的 電磁波攻擊 家宅他是電磁波專家 走得有夠快 才沒取笑 但是我告訴你 不要走 他的取笑 但是我們在這裡賣 也是遵集到所有觀眾朋友 因為有電磁波干擾 所以我還要買這張 這張 抵下去 我告訴你 只要抵到這張 這個電磁波 在我雙手環圍 環圍 起來 都不會受到干擾 就差這樣 就我雙手 添開 這個環圍 都不會受到電磁波干擾 就這麼簡單 我們來 好 差不多 可以起來了 好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雙手添開 都不會受到干擾 就這麼簡單 我刺眼就一邊 給你看 你譬如說你洗身體出來 洗身體出來 洗身體出來 你現在要刮鬍子 刮鬍子 刮鬍子 刮鬍子在這裡 電磁波 現在 雙手外面才有電磁波 有 有聽嗎 有 但是你買我的手 沒電 你看看 很奇怪 有 這個 這個 大家想說我 我手是不是刺開關 對 不是 因為我怎麼知道 我是要刺眼給你們看 其實真的要用是沒辦法 好 不然你看這電磁 電磁你看看 電磁我就沒作嚴 我都不要刺 你看看 但是要刺才會刺 但是不要刺 不要這樣 用電器的 這樣 如果沒有電磁要怎樣 要怎樣 它可以用那個 沒吹風機要怎樣 可以用電磁來吹 要吹搭 當然吹不搭 因為電磁也是用電的東西 所以說給我雙手 讓你帶 所有電的東西都適合 對 如果手機沒辦法用 什麼 手機沒辦法用 問到重點了 這個人來 因為我問到重點了 手機如果要刺好我的時候 因為我雙手天氣都 接不到訊息對不對 沒關係 妳如果要吹我的時候 妳先刺好爆炸 我 她先打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通了 不會 不會 我要打電話 我打電話 她說什麼 妳才告訴我 她告訴我 有什麼好處 因為她告訴我 我干擾是她自己 但是信息已經傳給我 所以說四是四瓶 又不是四瓶 所以就是 不是 四是四瓶又不是四瓶 對 就這麼簡單 這麼高高 她的產品 我告訴你 電磁波失效干擾 一頂要買多少 哪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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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二百 三百二百 辛苦了 我都要花十塊 大家都給我花 你們現在是怎樣 都要找麻煩 尤其你們兩個人來 以後就不要再來了 你看 欸 卡卡你怎麼不買 沒有啊 這東西這麼大 你很嚇勁耶 我是要要做什麼 你拜託 要照顧你身體健康 我還要用身體治療 你本來 補償Q成功 你已經快到達成的 電磁波失效干擾帽 你電磁波 這些都不會用的 唉唷 這樣也是有利 你如果東西電磁波干擾 你盡量用就對了 好啦 今天大家提出 有建設性的問題 沒有 你們來做老闆 你們看哪一項東西 拿出來發 我們要討論 怎麼賣出 我們的 遙控器了 來行的 為什麼坐在那裡都來行的 這個 這是一般遙控器嗎 不是 這個專名叫超級咖哩 那個完結篇想看就看 為什麼它的專名這麼長 因為這個專名這麼長 有它的道理 因為你是萬人遙控器嘛 所以你就是說 你如果有這個遙控器 你如果要看哪一項的完結篇 你就看哪一項 你如果要快速倒轉 它也辦法快速倒轉 快速前進也辦法 二分之一速度都可以 要試試嗎 我相信 怎麼這麼厲害 你不相信 不相信 我來試試看 我現在要來看這個 豆花妹跳舞 來 來 努力豆花妹 我看 這音樂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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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上台 所以有時候你們家電視的派技 就是這樣 我現在要看它倒轉 看它的倒轉是怎樣 二分之一倒轉 快速倒轉 停 停 有看到嗎 他穿了還看到我們 豆花妹就要躺了 就要躺出來 所以說 這個速度就可以這樣控制 Play 來 來 停 當時有在倒畫面 哪有這齣 不好意思 哪有這齣 因為我頭上的座沒洗掉 好 不好意思 來 你如果要試試看 好 我要來看 麥克風說話 來 努力 嗨 不好意思 大家很開心 記得要來我的新專輯 停 Play 我今天肩膀不是... 停 停 停 你自己再用 所以說 這有時候遙控器會適合 就是這個動力 來 二分之一倒轉 快速倒轉 停 Play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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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遙控器也可以 好啦 停 所以說 最重要的是說 遙控器可以控制 你要看哪一齣 哪一齣 你像我這樣 你如果要看我超級麥克風在賣東西 你也可以拿回去 讓你的狗頭對狗頭來刺 是說Play 好 我要用人手做一做 我來做我來 停 你又說Play 停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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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所以說看哪一齣 就看哪一齣 看完這邊就看完這邊 如果要快速倒轉 就快速倒轉 很簡單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本土球 騙很大 所以說每天都跟你說 最好一集了 但是我們跟最好一集的時候 鄉鄉你在螢幕上面也看到說 請收看明天 好 這樣真的欺騙觀眾 真的觀眾叫欺騙得很難 因為你如果 買到這個遙控器 你是要看哪一集完結片 或是要大結局完結片 都可以 你把它刺下去就看到了 如果要快速倒轉 看一萬多都可以 所以說這支高科技的產品 我告訴你 在這裡賣 沒有6千不可以賣 我們來看看 6千多多少 7千 7千多多少 8千多多少 9千多多少 1萬 好 這樣去 好 等一下 這樣去 你買這個遙控器回去 你是要看電視哪一齣 沒有啦 我是想要快轉到我紅的時候 這樣我都比那隻雞 漂亮 要看剛才來嗎 好 快轉看你要跟紅的時候 你如果紅我頭上倒下來 我來給你做椅子 欸 別呼吸了啦 什麼 你如果要買我那個遙控器 要遙控你回去 年輕的時光 不好意思 我那個不是時光倒轉機 欸 剛才你有說到 那是我後面要買的 你如果這個時光倒轉機 你就要買 那時候你就讓我 紅 紅 紅 小鈴鐺幫你實現 所有都用完時光機 那東西後面 欸 別呼吸了啦 我來改变了